陈业萧和,败也萧和 管理公司对于出租房产的收益至关重要 那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如何选一个靠谱的出租管理公司 大家好,我是阿里德之业房产经纪人许丽 在选出租管理公司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要确认你选的这家管理公司 在你房产所在的州是不是有适当的营业执照 那么在佛罗里达州呢 房地产执照是可以在网上查的,非常方便 同时出租管理也是房地产行业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全美也有几家正规的协会 对从业者进行资质认证和再培训 那么大家选好了你的出租管理公司之后呢 也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 他们是不是已经被这些协会资质认证过 我也会把我知道的几家正规协会的相关信息 罗列在视频下供你参考 现在不管是买车还是到外面去吃饭 大家一般都会先到网上去查查点评 其实选管理公司也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管理公司非常容易受到违约租客的差评 所以当你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有差评的时候 具体的看看它的详细内容 有辨别的参考 如果有可能的话 请其他的业主朋友或者是你的购房经纪人 帮你推荐他们用过的口碑好的管理公司 下一步 我建议你和你的管理公司详细地沟通几个关键的问题 再做决定要不要选他们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了解你的出租管理公司 它的办公地点和你家房产的距离是多少 他们现在管理了多少套房子 那么户型都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房子中有多少是在你家附近 它对你家小区的物业管理也就是HOA是不是熟悉 因为这家管理公司呢 不但要每月去帮你收租金 更要服务租客 在有必要的时候去对房产进行检验和维修 在房子出租之前也需要带客户去看房 所以它的办公地点和你家的距离必须要合理 它才能更加高效地去帮你监管这个房产 第二点 在了解了这家出租管理公司管理的房产数量之外呢 你还需要了解一下他们团队的规模 特别是他们团队是怎么样分工的 因为出租管理呢 对一家管理公司的团队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一般都需要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紧急维修 或者是联系方式 同时它还需要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客服团队 来及时地回答租客 以及申请人的相关问题 同时还需要有一个成熟的财务 能够准确快速地分配租金的收益和支出 第三点 如果你是海外业主的话 你一定要和实际家管理公司 有没有服务海外业主的经验和能力 因为在美国 业主签合同或者做授权的话 这些是需要美国的公证员来公证的 如果这家管理公司没有自己的公证员 或者是相应的电子签系统的话 那么业主可能需要经常要跑美领馆 非常的不方便 第四点 最重要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点 就是我们需要确认一下 这家管理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责任险 或者是过失险 一般管理公司都会要求业主去买责任险 来保护管理公司由于业主的过失 造成的损失和诉讼 其实业主也是有同样的权利 去要求管理公司有同样的保险 而且一般正规的管理公司都会有的 第五点 业主还需要了解一下 这家出租管理公司是如何应对控制期的 不管是刚刚接手房子 还是说租客刚搬走 这家出租管理公司是在哪里做超租广告 如何做超租广告 以及如何尽可能的降低房子控制期 第六点 业主需要和出租管理公司了解 当他们收到租客的申请之后 是怎么样来考核租客资质的 一般我们都会做一个犯罪记录调查 收入调查以及驱逐记录 你第一是需要和这家公司来确认 这些相应调查的费用由谁来出 第二点你需要和这家公司确认 他们筛选的标准是什么 最后大家需要跟自己的出租管理公司来确认 他们是如何应对房租拖欠和驱逐的 驱逐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法律程序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参见我们以前的视频 我们有跟大家详细的讲驱逐在佛州的法律程序 以及如何应对其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那么虽然说我们双方都是尽尽可能的努力 去避免产生房租拖欠或者驱逐 但是我想特别提醒大家一点 还是要在跟管理公司签协议之前 明确你自己的责任 比如说一旦产生驱逐 有什么费用是需要来业主来负担的 以及业主是不是要自己亲自去聘请一个律师等等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不但能够帮助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出租管理公司 更能让你在跟出租管理公司沟通的时候心中有补 下一次我们和大家聊一聊 出租管理协议里面的五个重点 记得关注我们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栏分享自己的经历 我们下次节目见